哈喽大家好,我是Ruby又溪 今天带来的是明星仿妆系列的第29期了 是黄贝贝中的爱玲仿妆 它真是南韩神言,我真的仿不来 这次我有稍作改动 尤其是在修容方面 长脸或者中庭比较长的宝宝 一定要仔细看这个视频了 它的妆容真的有很多值得寄贱的点 放大双眼却浓而不厌 甜甜的又有气质 经典的韩系爱豆妆 喜欢的话就看下去吧 首先粉底液今天选的是这一瓶 我已经上好妆前了 粉底液一定要选自然肤色 因为我这次选的照片的妆面 粉底是比较深的 其实它平时是浅色发白的粉底 因为它真的很白 拍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的脸刚脱完皮 过敏很严重 刚上妆的效果你们看还OK 但之后的话可能会干一点 这盘是我星期最爱的一盘遮瑕 我会选择这个颜色来遮黑眼圈 还有脸部的一些暗沉 它比较适合干皮当 但是因为我的皮肤状态不好 所以用它的话 还是会出现卡粉卡纹的现象 今天但是刚涂的时候你们看 状态非常的好 所以你的皮肤不是过敏期的话 干皮还是很推荐这一款的 遮瑕的方法依旧跟以前一样 涂抹均匀以后轻轻地拍打 其实我录完这个视频的时候 整个脸脱了一大层皮 接下来我选择的是罗拉的散粉 它是透明质地的 非常的细 薄薄地扫在脸上一层 其实韩装的散粉我很推荐 用点微珠光的 他们喜欢透亮的水光机 今天用浅棕色的眉笔 它的眉毛颜色比较浅 对于我这种无眉心人 就是先拿它来打底 先用它来描绘大致的形状 你也不用担心它会画错 可以用棉签来晕染周边 再用之前的遮瑕 刷残留的遮瑕 晕染一下下部 这支是年度最爱的眉笔 但是三号色比较适合棕色发色 但是笔刚才那个稍微深一点点 然后大概的勾勒一下浅的部位 再用棉签晕染眉头 就跟森惠离家仿妆一样 因为我的眉间距比它近 用到这一步就是让你的眉间距变宽 拿出了上期开箱的超大一盘眼影 它的好处就是颜色多 但是显色度非常的差 看我先拿这个浅棕色打底 几乎颜色看不太出来 再拿出这一盘日月精彩的眼影 它是纯亚光的 我很喜欢这个粉色 这次占取的量要少一点 扫在双眼皮褶皱以内 看它是隐隐约的一点点的粉色 眼尾部分可以画得宽一点 我已经看到我眼下的干狠了 都是因为小奶该天天开空调 我整个脸都烂了 再用这个橘色 最好看的橘色 画在上眼尾和下眼睛部分 我开始的时候觉得打得太浓了 会显得眼睛有一点肿 如果你的卧蚕不明显的话 可以画得多一点 虽然我的话就要用晕染刷来过度 或者是再用棉签来晕染一下 这盘是平价的眼影 也很适合日杂妆 占取这个珠光的粉色 它的颜色会比之前的颜色深一点 画在下眼尾的部分 稍微加深 这个眼影的层次感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用晕染刷占起这个乳白色 它其实带有一点点的珠光 扫在上眼睛部分 还有眼头的部位 可以让你的眼妆更加干净 我又占取了这个珠光香槟色 但它的闪片其实不太够 打亮我们的卧蚕 我又拿出了这支我最常用的 更闪一点 比较适合爱豆妆 打亮再眼睛叠加一点 刚才实在是太不闪了 现在眼影就完成了 我们慢慢来夹翘睫毛 它的睫毛还是蛮长的 因为我平时不爱贴假睫毛 一定要注意假睫毛 我用的是棕色的眼线叶笔 眼头部分一定要记得加宽一点 它的双眼皮褶皱比我要窄一点 其实我两年前就想出红贝贝的仿妆 那时候我还专门买了九妹同款的衣服 傻貌公司的团我都非常的喜欢 以前的最爱是FX 现在就是红贝贝 对了这款睫毛膏我要吐槽一下 可能说我的睫毛太短了 不太适合 涂也涂不长也不浓密 反正我不是太喜欢 可能像我这样短睫毛又乱的 比较适合牵长的睫毛膏 你们有什么推荐的睫毛膏 来种草给我吧 真的很需要了 眼妆就完成了 今天我的配音是一气合成 因为现在已经是半夜三点四十了 因为明天有事要发视频 这个骨头龙是我上次开箱 跟你们分享过的 它的颜色实在太浅了 途中它的鼻梁修饰的非常的明显 但是我们只修饰鼻头部位 鼻头要修饰的圆圆的 先用浅色大概的整体勾勒一下 千万不要下手太重了 像我们这种长鼻梁或者长脸的人 修容一定要淡 再拿出这个眉粉中间的颜色 这个颜色会深一点 再用这种细一点的晕染刷 来勾勒细节部分 像鼻头部分修的圆一点 就会比较像它 会更加嫩可爱 这也是一个重点 鼻梁上部长脸就忽略了 要不然像它那样修容 我们的脸绝对更长 再用这个很细的刷子 站去加深人中 它的人中很明显 还有下嘴唇要多一点 我们现在修饰整个脸的轮廓 它的脸型真的非常的好了 而且脸还很小 下巴这个部位我比它宽一点 所以要这样斜角的方式来修 但是除了这张照片以外 它平时的日常妆 修容都是非常浅的 让我来穿口气 最近大家有什么推荐的剧吗 还有想看什么 爱豆的仿装都可以告诉我 这盘腮红我非常喜欢 只占取橘色 它是大面积的腮红 可以跟你的修容融合一点 下手一定要重 这也是重点 你的修容比它浅了 但是你的腮红打多一点 反而会显得嫩一点 它的面积真的很大 也很浓 你可以尽情地来扫你的腮红 唇又这一支 我最近好几个视频都用了 韩国人比较喜欢用唇釉化 咬唇妆 我觉得湿润一点会比较像它 我已经受不了今天的底妆了 已经干了 大家不要介意了 我的求生欲很强 唇膏我又叠加了一个 月时分盈的橘红色 但是涂了以后 我感觉 看不太出来区别 把你基本的唇型来勾勒出来 它的下嘴唇要嘟一点 然后唇分也是比较明显的 再用棉签晕染周边 营造出雾面的唇边 我这两天剪视频 剪得我的脊椎都要断了 我用的是这个膏光 我觉得我选的可能颜色浅了一点 但是鼻梁千万不要像它那样 修饰的太亮太宽 那样会显得脸长 其实我打的也稍微多了一点 还有我们的唇分 还有额头部分可以打的亮一点 饱满一点 今天妆容就完成了 终于完成了 我要控一下我的脸了 它的眼我真的比不了的 它是那种少女又有气质 这个妆面整体感觉我还是很喜欢的 很寒风 又可以修饰自己的缺点 我真的开头拍了好久好久 这个视频剪了也好多天了 希望你们喜欢 记得点一下赞 记得订阅游戏的频道 记得多跟我留言 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告诉我哟 还有大家最近想看什么主题呢 除了仿装以外 想看穿搭吗 其实我最近买了很多新衣服 但上海最近天天下雨 那么我们就下次再见吧 拥有美好的一天哟 拜拜 拜拜